小龍女新的特別系列又來了 究竟是什麼系列呢? 剛才我講了一個故事 故事就是一首歌 我這個新的特別系列就是 一首歌一個故事 對 我告訴你 其實我很驚唱校長的歌 但為了這個歌的名字 我也要學 我也要學多謝 其實我這個星期的直播預告 是片尾清唱的幾句 已經通了水話給大家聽 多謝Muse 多謝Cora 其實呢 一個新的玩法 是跟一首歌一個故事有關係的 大家都知道 我每一次直播之前都會說 我們不點唱的 我們不接受點歌的 是什麼理由你都知道的 所以不會再重複 有些新歌 或者有些歌 我都很久沒唱 大家等也等不到 這次機會來了 因為有這個 一首歌一個故事 這個新的系列 大家經常都說 唱歌 要有感情去投入這首歌的歌詞 我就想 其實 聽歌也是一樣 所以我決定做這個新的特別系列 叫做一首歌一個故事 如果一首歌 一首歌一首故事 如果一首歌 記憶 祭遇當中 一首歌 對你特別有儀式 那你又可以分享背後的故事給大家知道 你可以在每一個星期我拍的直播預告下寫出來 比如說我今個星期的直播預告出來了 小龍女會在哪一個星期哪一天的電鐘在哪裏做直播 那下面有留言區 你就告訴我你想聽誰唱的那一首歌 為什麼說出你的故事給我 多謝Patrick 鄧先生 多謝你支持 故事呢 大家記得每個星期的直播預告在留言區那裏寫 不是WhatsApp給我 故事 當然希望是真的故事 當然 不是為了點哥爾做的故事 但我沒可能知道真是假的 最重要是這個故事可不可以感動到我 感動到其他網友都沒有用的 最重要是我 千萬不要介意 我沒有被你的故事感動得到 因為我一個人呢 都幾 哈哈 但是你會感動到我的 如果 嗯 是啊 我給您說 你明白了 嗯 即是等於 我想聽你的故事 分享你的故事 跟著說給我聽你的故事 令到你會 喜歡聽哪一首歌 如果我懂得唱 或者我不懂唱 或者你感動到我 那我就有機會 對啦 唱你喜歡的那首歌 你又可以分享你的故事 開心不開心都可以分享 不開心分享了就沒有了一半不開心 開心分享了就多了很多開心 最重要是將自己的故事 說出來或者叫做 打開你的心扉 其實很多事 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有些不開心或者有些壓力 我都是自己消化 我又不說出來的 我覺得說也沒用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抑鬱 一看回頭我才知道 那種原來就是抑鬱 但不要緊 我覺得多些經歷 多些考驗 雖然那個心會疲憊 疲憊 但是個人會堅強 堅強很多 一首歌一個故事 點歌當然要跟故事有關 你沒有介意 我沒有被你的故事感動到 如果你介意 你可以不參加 你們的點歌其實沒有什麼限制 就算上星期有人點 你和一首歌 我又唱了 你都一樣可以再點 如果你的故事感動到我 我就再唱一次給你 好嗎? 如果你點了我唱 我認為不適合我唱 我都會試一下 但如果真的不適合 例如說小蕾輝多那些 哈哈哈哈 我之前也試我電視劇金曲 我唱了很多電視劇金曲 但真的唱小蕾輝多那時候 我很深刻地覺得 我真的不適合 哈哈 難得 我真的不適合 多謝 Titter Lam 多謝 Patrick 鄧先生 多謝 好 那我就 唱一首歌一個故事 是的 校長的歌不是我很擅長 但是 我會努力 唱好一點 練了很久 來 請唱的吉他 亂彈亂彈出歌 我 微微浪湧在歌 神魔 從天蜜的愛 都現下之吻 都愛得著我 時間越快越略過 由理想但思索 我 也都 也都 不錯 直到唱我一天 唱出無盡愛歌 才感動有情人 會是這樣歌 從情曾相亂的 殺亂的小課子 唱每一首歌一個故事 為著前路永遠 從此 一個深秋 唱歌 極甜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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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唱歌 有疫情自有歌 才感动有情人 会是这样多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 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都进来合悲欢喜歌词 连处来自过去那日子 有处人生前歌一开始不长指 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为着情路永远充斥 你能做到 已找到所爱天地 我仍是我 你仍是谁 你仍是谁 我仍是我 你仍是谁 如非 你仍是谁 你仍是我 亦有喜 亦有喜 在我所唱 我的歌 你仍是谁 你仍是谁 我仍是谁 姐 sout Job 你的歌 这是他们符也 你仍是谁 我详细 带路 怦路 与美妄过